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 在案件事发过后 双方都搬离了原本的家园 各自安静地生活了一一年 没想到透过节目意外曝光 两家近住在如此近的距离长达十年之久 不仅如此 赵斗纯的妻子后期还搬过一次家 只不过距离也仅离受害 女童家一公里之远 两次搬家都没有特意远离受害女童的住家 超毛的行径令人发指 而面对赵家就住在自己家附近 当时受害女童的父亲也出面受访 表示知道真相后 一家人全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们该搬家吗 还是该直接离开这个地球 为什么是被害者 要收拾行李四处逃亡 这件事 真的很令人悲痛 加害者 有人全法保护 被害者却向个罪人要引进埋名 销声匿迹过火 赵斗纯出狱引起名愿 图 翻设 自YouTube YTN News然而 赵斗纯12日出狱后 妻子曾经递交的请愿书也跟着曝光 她表示老公在家里的表现良好 结婚20年来 做饭 腌菜 洗衣 打扫等 所有家务事都由她一手包办 而且从来没有生过气 周遭的人都称赞她是很懂礼貌的人 除了喝酒会在外游荡之外 我们家是非常和平的家庭 赵斗纯义无反顾地偏谈老公 加上搬家始终没有搬离 受害女童附近等偏差行为 更让不少民众直指其实妻子更变态 头皮发麻等 此外 受害女童父亲在赵斗纯出狱后 接受了访问 透露一家人因为是否需要搬家 进行了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家庭会议 爸爸抱持着为什么被害者要逃的心情 对于搬家抱持了反对意见 但是女儿直言窗户一打开 就看得到赵斗纯家 强力坚持一定要搬家 于是一家人决定搬离安山 到其他城市生活 赵斗纯暗层被翻拍成电影 希望为爱重生原文艺夙缘 图翻摄自东江山MBC Nevermovie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有什么真相关的 想着过来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